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是尊重呢 有人说尊重是根植于内心的修养 无需提醒的自觉 以及为别人着想的善良 尊重不仅是一种礼貌 更是为人的涵养 人生在世是要尊重 尊重他人才能优秀自己 尊重自己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做人最忌讳的 是太有身份感 诸葛亮曾言 勿以身贵而贱人 勿以独贱而为重 大意是不要因为身居高位而傲慢不已 不要因想法独特而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做人越是自视身份 浑身上下充满优越感 越是得不到别人的敬重 曾经有一个适才傲物的大学教授 他往出版社寄作品 但是介绍自己的头衔便占领了大半个封面 半个月之后 还未收到回信的他再次寄信催促 却只收到出版社寄来的八个大字 水平不够 数不能用 封面上正是他诸多的头衔 正所谓 一瓶子不满 半瓶子晃荡 越是有真才实学的人 越是谦虚寡言 只有浅薄无知的人 才会处处显摆自己 但凡是真正优秀的人 从来没有什么身份感 二战时期有这样一张照片广为流传 英国国王到贫民窟视察 他礼貌地敲了敲门并问道 我可以进去吗 他热以举动感动了众人 贫民窟的人民看见是国王后 也不免惊叹万分 一个人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便是无论身份有多高 都能够始终如一地谦逊待人 即使在人之上 也能保持谦卑低调 纵然在人之下 也依旧不卑不亢 没有身份感 正是做人最大的教养 优秀的人更懂尊重别人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阎王一见 小鬼难缠 层次越高的人 越是懂得尊重别人 反之 层次越低的人 姿态越是高昂 日本著名电器松下品牌的 创始人松下幸之助 一次他带着同事 去吃一家著名的牛排 同事吃得津津有味 唯独他的盘子中 还剩下许多 临走时 他专门请主厨出来 主厨看着剩余多半的牛排 战战兢兢地问道 是牛排不合您的胃口吗 松下幸之助笑着说道 您做的牛排味道真是极好的 只是很抱歉 我今天肠胃有点不舒服 所以不能大快躲移 简单的一句话 给予厨师足够的尊重和认可 这样的人 怎会不招人喜爱呢 真正懂得尊重他人的人 无论身处任何场合 都会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 在他们心中 人人皆平等 不会打压他人来显摆自己 更不会因炫耀身份 而打击他人的尊严 正所谓 爱人者 人恒爱之 敬人者 人恒敬之 真正优秀的人都懂得尊重他人 而尊重别人的人永远也值得别人尊重 尊重永远都是相互的 著名哲学家笛卡尔曾说 尊重别人才能让别人尊重 尊重永远都是相互的 你对他人如何 他人便会对你怎样 历史上在南北朝时期的齐国 有一个叫陆小慧的人 他为人友善才华横溢 无论对谁都是毕恭毕敬的 即使是平民百姓前来拜访 他都会以礼相待 客人离开时他都会亲自外送 同僚看见他的做法 不免埋怨道 你身居高位 这样做实在得不偿失 何必呢 陆小慧笑着回答 将欲取之 必先与之 我若是想得到别人的尊重 首先要先尊重他人 也正因如此 他的一生能够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和尊重 政绩也远远超过别人 人这一生 懂得为他人修桥的人 别人也自会为他铺路 在生命这条路上 只有互帮互助 彼此尊重 才能走得更高更远 尊重是一面镜子 你如何对待镜中的人 他就会怎么对你 你若刻薄 他便讥笑 你若自命清高 他便高高在上 人生在世 尊重他人 就等于尊重自己 正所谓 爱出者爱反 服王者服来 做人 只有懂得尊重别人 才能好运自然来 必有众人帮 好了 今天分享的这篇文字 你还喜欢吗 欢迎你点击一下 文末的再看 让你身边更多的人 看到和听到这篇文字吧 明晚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江川 我在北京 祝你晚安 好吗 优优独播放